今天是9月26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41分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盘面 A股走出了一个冲高的行情 目前所有指数都是红盘的 接下来怎么走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下了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读 这样之前评论据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了有点点赞加过众 其实在昨天就跟大家说过 今天这个盘面不要急不要慌 他会有一个过程 那就是什么 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 从技术方面来看 确实也符合预期 那么 A股底部已经确立了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 找准好的方向 借低位做潜伏做低息 目前市场的核心重点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那就是超跌 所以朋友们抓住这个重点就行了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来说市场目前的核心 就是房地产白酒金融这一块 说我也强劲了很多回 这个方向一定要抓住 一定要咬住 这里抓住咬住你就有机会获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白酒板块今天目前走是什么 是非常是给力的 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冲高回落今天直接就反高了上去 昨天还说过 这个是白酒板块 这段时间利好特别多 一个接一个利好 那么原因就是什么 白酒板块 他走出了一个明显的什么探底回升 可以说是超跌反弹的过程 他是 他是最终的一跌跌的太多了 所以 至今现在都是超跌这个报价去看 那么除了白酒今天拉升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像其他的一些一些行业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延时股份是目前整个盘面 白酒板块里面人气最旺的 也就是资金关注度最高的一个票 那我们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短线示威来看他 好 那我们看除了白酒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就房理产 房理产花昨天是重点讲过 大家看昨天冲高回落 今天再度冲高 那么怎么理解 短期他是所说一个趋势反弹 趋势上涨 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说过 反弹的话不要急 不要慌 整个的行情 我们以什么 看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说5天均价线 5天均价线能不能守得住 守得住 我们继续看多守不住的话 那我们就撤退 目前来看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要做的就是 有助的一些核心瓶佐 瓶就行了 对房地产板块的话 它是属于轮动的 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的房地产板块 属于最强 是吧 中交地产 那昨天中交地产 从天板到地板 那么今天明显的 今天这个几个涨停的票 你们看到没有 叫这个阳光股份三连板了 还有像这个空港 还像这个 渠州 这个这些 都属于第一位的补涨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房地产板块 现在的走势是什么 明显的 它是属于一个底部的权限移动 也就是说 都在什么 都在补涨 是不是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们是需要注意这个细节的 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整个的房地产板块 底部已经是非常的强了 所以有些票可能会短期迎来加速 但是大家记住 它有这个个股在轮动 所以在高位的不要去 尤其是高位近期大涨了 不要轻的去接 你看这种对吧 高位涨的比较多了 那么它表现就比较差一点 这大家说注意的 好 我们看说房地产白酒之外 还有谁钢铁 这个时候我在这几天重点讲过 天天讲的 钢铁也是属于超跌板块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 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线以后 对不对 他就迎来了一个什么 迎来一个机会 一个明显的一个上车的机会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 钢铁板块 目前是有一个核心大头大科 那么这核心大头大科 主要是中南股份 这个票的话 一个是破镜 另外一个我觉得它是什么 我觉得超跌在低价股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几天的低价股是吧 都可以表现的很强势 说明什么 说明目前的盘面 还是以 还是以 破镜股低价股为主 那么像这种类型的 尤其是钢铁前线 也是跌的比较多的 那么我觉得短期的话 一些低位的一些票 也是值得注意和留意的 做补涨的是可以的 好 我们看 前面我讲了这些超跌方向之外 其他的 今天有很多的什么 那就乱七八糟了 比如说食品物业 什么预知菜 机器人 这些就乱七八糟了 感觉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强势的品种 没有一个特别流逼的一个方向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看到今天的盘面板块个股的话 你就发现 市场主线其实是非常是明确的 市场主线在你天天讲天天讲 那就是国企改革 所以我们盯死了盯紧了 国企改革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盯住他 你就有望获利有望吃肉 但是这个国际改革 大家也知道 涉及的盘面 涉及的板块比较多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操作上面 是一定要注意的 它也是属于轮动轮化的 不能盲目的轻易的去追 不能盲目轻易的去顶 总之一句话就是 国企改革是当下市场最核心的一个热点 但是这个方向也是属于轮动的 就是各大分支龙头 大家注意 但是个股的话 最高也是比较 比较谨慎的 国企改革的话 我也跟他讲过 就是分支的一些方向 就比如说房地产放下来核心 还有比如说高铁方向的核心 还有比如说科技方向的核心 你看像这种就属于什么 这都属于做华为方向的核心 整体来说就是属于一个抱团的 还有天峰 都在天峰属于正确板块核心 现在已经什么三连板了 这个是难得的 整体来说是什么 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 好 除了这些之外 其他的一些品种近期表现 只能说一般 包括我前面跟他讲过的 科技 汽车 人工智能 这一块 近期涨钱的票 相对来说就偏少了 对不对 那么在操作上面 就是在追高这一块 大家还是要注意 就是近期的话 明显的资金扎堆的对象是什么 是以国企改革为重点 那么我们就什么 就要把这个国企改革作为一个重心 从市场反应来看 大家切记切勿 盲目的去追高 大家看没有 就在几天上脑过程中 只有核心的人机票 才有机会 后来跟风的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离追高一旦追错了 你就容易吃面 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市场 回到这个盘面 那么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A股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 其实它主线 它是很明确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咬住主线才能够吃的肉 主线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超跌 今天比较比较长的是什么 白酒还有什么说说白了 就是大金融方向 银行证券保险加什么 加什么 多元金融 对不对 你看证券 早盘的时候出现低开 跨出冲高 昨天冲高回来 我跟他怎么说 我说低开的时候不要割热 不要割肉 这节奏是不对的 如果是我的话 你考虑在地位再加把仓 做个差价是不是 所以朋友们记住证券板块没走完 这里的话 后期还是会上 只不过短期 由于获利盘比较大 所以这得震荡下消耗一下获利盘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是正常的一个表现 不要急 不要慌 整个走势来看 还是值得大家注意和重视 目前的核心就是天峰 好 我们看 包括保险今天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 对不对 保险的话 今天你看再次创调整的新高 板供的新高 对不对 保险板块它主要是什么 盘子就是票比较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新华保险 像太平洋这种 持续的走强 对不对 像太平洋的话 今天还创到一个什么 一个板供来的新高 整体来说 它的走势就是前段时间的什么 银行股的走势 好 银行股的话今天也很强势 目前银行股的整体走势是涨了一个多点 最强的是贵阳银行 这个就是补涨 所以我在昨天也跟大家说过 银行板块现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什么第一个阶段是以 四大行五大行这样子的 持续的上涨 不断的上涨 那么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以小票银行 做补涨为重点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盯着 补涨的方向去 但是大家记住 银行也好 保险也好 这些到高位了 不要轻的去顶了 相对来说正确的潜力 这个更大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细节 好 再看一下后排 后排的话跌的比较多的是什么 分泰理中环系 医疗这一块 这里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尤其是像医疗这一块的话 近期的表现确实不大好 后面可能会有抽点法谈 有补涨 但是近期的话还是要注意 像中环线 这个就不用我说 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震荡 你看它是要重组 重组的话就是什么 这个消息已经落袋了 也就是说消息落袋以后 重组的消息就面临着什么 面临着一个 我们说的是什么 死落袋了以后就变得利好便利空 对不对 所以也在操作方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高位冲起来的时候 不要追不要顶 杀下来以后 我们是可以考虑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低息做一个博弈的 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这个细节 作为这个变化的 整体来说像中传系的话 我觉得它近期 是吧 你只记住这两个重点就行了 好 那我们看除了它们之外 今天其他板和跌幅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大 几乎都在一个点以下 整体来说 这个市场是属于一个温和的 是属于一个什么 是属于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作期 但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涨线板相比昨天 这目前来说是偏弱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机会还是有的 机会主要还是在什么 新的低位的超跌方向 过境的低加股方向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核心 抓住这个重点 你只要跟上了这个重点 抓住这个核心 你才有机会获利 才有机会吃到吃到肉 赚了钱了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变化 注意这些细节 不要盲目的轻易的再去什么 再去接高位的了 从个股来看 分化也是比较厉害的 我们可以看到后盘的 就是大跌的票 主要还是集中在什么 还是集中在这高位票 你比如说像大黄电信 你昨天一个刚开机 走着一个大野马撒下来 昨天在进场的朋友们 今天是哭晕在厕所了 是吧 那么像这种票以后就注意了 就是涨了很多的 你要缩量加速的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盲目的 轻易的再去追高了 轻易的再去顶了 好 我们看除了这个时候 还有像绿智 什么 还有包括汇金 昨天就是很强势的 那么今天直接也被打下来 被压下来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票 大家以后就在注意了 就是短期暴涨的 以后马上冲的过程中 要不就是高位放巨量的 要不就收掉一只板的 这种类型的票 以后确实要小心 你只要避开这种票的话 那么你就会有机会获利 有机会吃肉 因为现在的行情它就这样子的 就市场在这个过程中 它是什么 它不会一出而就的 它只是在板块轮动 板块轮动的话 在板块内的龙头也是在轮动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跟紧这个节奏 实在不懂得怎么办的 那我告诉你 你的票是不是好票 是不是核心票 是不是龙头票 如果是好票 是核心票是龙头票 那么干脆点不动躺平 等到他这一波反弹结束 直接减仓 直接清仓就行了 不要反复的折腾 有时候你就就怕这样的 你的票没涨 是吧 你的个涨高了 你去高位追 高位追的调整 你的票又涨了 就怕这种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这些细节的